这些看起来很像冰棒的东西 竟然是冻结成块的血浆 在经过进一步的提取分离后 将被制成一种叫做人血白蛋白的药物 来帮助多种疾病的临床治疗 用于制药的血浆 是从健康人士捐赠的血液中提取的 首先要将它们存放在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下保存 并通过数控设备 监测和记录它的冷冻情况 直到开始生产时 才会将它们取出进行解冻 很多人都认为 血浆是红色的 其实它是一种淡黄色液体 其中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成分就是白蛋白 当机器将冻结的血浆切分成块后 紧接着会把它们传送进加热的搅拌设备中 随着血浆逐渐融化成液态 再将其转移到其他的储罐内进行分解 经过一段时间的分离沉淀 从血浆中提取的白蛋白被压成了板状 其干燥的质地非常容易脱落 因此会在绿片的下方配备相应的收集槽 对于这些使用过的绿片 则需要进行彻底的清洁 在清除掉残余的沉淀物后 才可以投入到循环使用中 白蛋白作为血浆中含量最多的蛋白质 既能进行物质运输 还能起到维持血液渗透压的作用 所制得的人血白蛋白被称为液体黄金 大约每550毫升的血液中 只能提取10克药剂 这些饼干状的物块 是从血浆中提取出来的人血白蛋白 为了方便制备 工作人员会将其分装成小袋 进行冷冻保存 以便在制取药剂时 准确地获取所需要的剂量 现在他们将固化的蛋白质倒入水中 当颗粒得以充分溶解后 再通过36小时的纯化和浓缩 来制取药剂 与此同时 工厂利用漱控设备 检查盛装药剂的玻璃瓶 机器会定位有瑕疵的瓶子 并将它及时地移除 而剩下的玻璃瓶 则会在经过清洗和灭菌以后 被注入制备好的白蛋白质剂 输液瓶的瓶盖通常有两层 内层选用无菌的胶塞 住瓶口 之后再为其压上一个铝塑盖 用以确保里面药剂 不会发生泄漏 罐装完成后 工作人员会将它们送进 设施60度的消毒室中 利用80消毒的方法 消除药剂中潜在的病原体 接下来还要通过放大镜 对每瓶药剂进行全方位的检查 以此来剔除密封破损 或瓶身存有裂粉的缺陷剂 只有合格的产品 才会被传送到下一站 做进一步的目视检查 当玻璃瓶中的药剂容量 与标准一致时 再将它们运送到流水线上 粘贴属于自己的生产标签 和批次信息 最后 技术人员还要对每个批次的产品 进行为期14天的抽样检验 只有微生物检验合格后 人血白蛋白才能投入使用